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這一題是選前題的最後一題 真的是會比較難 為什麼比較難 因為以往來講的話空間相當的題目 如果可以假設坐標 事情是不是就簡單很多 對 那像這一題它是沒有辦法假設坐標 比如說沒有辦法假設坐標啦 假設坐標很辛苦 所以這個題目的難度就會直接上升 因為你必須要單純的幾何把它解出來 那就很痛苦囉 來老師 要怎麼辦呢 來 我們來看題目吧 他說四面體 這是一個四面體 ABC珠 來告訴你三段長度是四根號六 有兩段長度是八 cos BAC是三分之一 問你珠到平面 ABC的距離會是多少 各位同學 四面體有六個長度 它現在很明顯的給你五段 代表有一段你可能要自己求 好 那我們還是先把那個四面體畫出來吧 我們先把那個四面體給它畫出來 我們先把那個四面體給它畫出來 來 這裡叫做珠 這裡叫A 這裡叫B 這裡叫C 這裡叫C 他說呢 我們把長度給它標一下 這個叫做四根號六 這裡叫四根號六 來 這裡叫四根號六 B珠跟C珠都是八 好 他現在問你珠到ABC的這個平面 它的長度是多少 好 因為它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來 弱的這段垂直距離肯定會在高上面 好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大概在之前都學過 OK 那既然等腰三角形 這邊一定會垂直平分底邊 好 來 所以這個我們叫N 好 垂直平分底邊 那問題來了 BC的長度你會不會求 會會會會會 因為我還要給你cos BAC cos BAC的話 我給的是哪一個 我給的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到下面這個三角形 好 利用到兩邊夾一角 我們可以求對邊 來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使用到余弦定理 來 余弦定理 就是廣義的必式定理 好 你把這個東西當成斜邊 斜邊平方會等於兩股平方合 來 叫做四根號六的平方 再加上四根號六的平方 OK 兩股平方合 然後扣掉兩倍的兩鈴邊 兩鈴邊 夾一角 夾哪一個 cos BAC 所以這邊我直接大大方方的寫成三分之一 我相信各位同學是沒有問題的 好 來 這裡是四根號六 這裡是四根號六 這裡有四根號六平方 來 四根號六平方 多少 四的平方是不是十六 對不對 乘上六多少 是不是九十六 所以我們把九十六全部提出來 來 變成一平方還是一 變成一平方還是一 然後這邊是扣掉多少 扣掉三分之二 OK 所以變成是九十六 好 這是三分之六 扣掉三分之二是不是三分之四 來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給他開心的約分一下 來 三根九十六 三三得九 三二得六 OK 所以多少 一百二十八 所以他的平方是一百二十八 那這樣的話 BC的長度我們是不是很明顯了 還要是多少 這根號的一百二十八 OK 來 一百二十八 這邊我們可以怎麼提 這邊可以是六十四乘以二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八根號二 來 很明顯的這一段長度 這段長度叫做八根號二 好啦 老師 那我知道八根號二 然後怎麼做 喔老師 我要求租到 那我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先慢一點 我們先求這一段好了 好不好 因為這邊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你坐下來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垂直 你這邊是不是垂直 可以喔 來這一段長度會被求 這段長度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觀察一下BC珠 來 你觀察一下BC珠 BC珠本身是一個 來 1 來我先畫完 因為我擋住 攝影機 來 1比1比 根號二 哇老師 這一根本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好 又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OK 來 所以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情況下 那我們求高 其實還OK 我們就可以直接算 來看好了 這邊怎麼算 這一段長度 紅色這段長度 我們來稍微算一下 紅色這段長度 這段長度我們叫做珠M 來 所以珠M的長度 它會等於根號的什麼 斜邊平方扣掉一比平方 8的平方叫做64 我直接寫64好了 這裡是斜邊平方 叫做64 再扣掉8根號2的一半 是不是4根號2 對不對 所以扣到多少 扣掉32 蛤 64 扣到32 是不是還是32 換句話說 這裡多少 這裡還是4根號2 OK 同學說老師在那裡廢話 等腰直角形 你做鋼腹那邊 這邊切過來 這邊不是還是一個 等腰直角三角形嗎 對啦 我多此一舉 OK 好 來 那我現在寫到這裡的時候呢 各位同學請問 我要到底怎麼求這一段長度 我要到底怎麼求這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 你會怎麼求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這一個AN AN長度你會不會求 AN長度 老師我會 AN長度我會求 AN長度的話 這個東西我們是用到下面這個底邊 來 所以我們用到AN長度 他會等於根號的 一樣 同樣是斜邊平方 這個叫做96 再扣掉多少 這邊是扣掉32 對不對 所以來 這邊多少 96-32 是不是根號64 根號64的話 這段長度是8 嗯 老師 怪怪的 這一段長度是8 整段整段 整段長度是8 來 你看到8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老師 這邊 我哪有什麼感覺 有 因為我們等一下 既然要求的是這一段長度 所以你必須要眼光 幫我放在是哪一個三角形 放在是這個三角形 我跟你講這一題出的有點賤 數字都沒跟你提提出 你要從數字裡面找出一些重點 來 這個三角形 你有沒有看出來他有什麼重點 有 來 來 我偷偷給你再畫一次 好 我怕你沒看清楚 我再畫一次 這個叫做4根號6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A珠 來 這裡叫做8 這裡呢 剛剛我們算完4根號2 來 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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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一下 這三段長度 他有什麼感覺 有 這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來我算一次給你看 來 如果這裡比例叫1的話 他變他是不是變成根號3 對不對 他要乘上他是不是多乘個根號2 所以叫做1比根號2比根號3 你看這個直角三角形多機車啊 多機車 他根本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說 在這一個三角形當中 你不用想了 他就是直角 嗯 老師不對啊 他是直角的話 那珠到ABC 所以代表這一段長度 其實我是畫錯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 跟 應該跟珠M 珠到他的平面距離 跟珠到M的距離 應該是同一段長度 所以用圖形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我們到最後的珠M長度 居然會等於AM的長度 對不對 居然會等於 不是珠M的長度 應該會等於 對不起我寫錯了 所以我們到最後 我們到最後 那個是距離 距離就是珠到平面ABC的距離 根本就會等於哪一段 根本就會等於珠M的長度 那珠M的長度 我們一開始是算完了 叫做4跟號2 沒錯 這一題答案就是4跟號2 這一題的空間幾何的概念 真的出的非常的機車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 就算完說 我發現是同一個 這一題還真的蠻機車的 好不好 所以各位同學參考一下 一樣 如果你有高二高一的學弟妹 請他們加入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高三的學長姐 恭喜你 學生考完了 如果你還要考執考的話 那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繼續再出執考的部分 我們下一題再見吧 拜拜